还记得激动战车吗 当今随着动画的传播 全副武装的战车 狂拽酷圈的武器 随意改装的造型 吊大天的战斗场面 拥有一辆成为了我们当时的梦想 那么本期视频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你的第一台激动战车是什么呢 快把它的名字打在屏幕上 作为一个五线城市长大的孩子 我是盗版如坑的 虽然品牌不同 包装不同 甚至连配色都和剧中不同 但是看到这个 嗯 童年的感觉回来了 上班以后呢 买了日华航代理版的 霹雳火凤凰 因为老花这个贴纸都卷成菊花了 几速子弹 也是因为本期视频 才舍得拆开 给兄弟们看一下 全新的什么样子 因为年代久远 现在价格都挺贵的 如果大家只是想感受一下玩法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一款 结构作为相似的粉碎战车 连名字都差不多啊 便宜的大概十几块钱一盒 再配合这些单独发售的武器 也能体会到相同的快感 拼中的过程和四驱车差不多 那说到四驱车 我这里有复刻的梦之队 我又是一大波童年啊 这工程量 向朋友们要一万个赞 我把它们全部干出来 不过分吧 最后贴上贴纸 OK了 虽然造型各异 但是结构都是一样的 车盖通过卡扣 直接和主体结合 接着是电枕舱 粉碎的和底盘是个整体 激动的则是可以通过拆下螺丝 调节前后的位置 启动的方式 激动是推动 粉碎时转动 前后武器的结合方式 激动直接插上 粉碎时插上 转动 两者的前后武器 都是不能互放位置的 激动是因为卡扣的形状不同 粉碎是因为开关的阻挡 内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 结构是不是都清楚了 所以只要有这个核心 配件可以自己发挥 组装 轮胎的外侧没有橡胶圈 而且接地面小 启动以后像是发了疯的野狗 张扬的造型 配合着武器 对战起来观赏性极强 男主的霹雳火凤凰 造型中融入了骑士的元素 车头部分是骑士的面罩 前武器是剑和盾牌 后武器是盾牌 都是前后突刺的攻击模式 轮子伸出了四个箭头 它的前一辆是霹雳神音 造型简约了很多 这是盗版的 配色不作为参考 这两个凯徽都是盗版的 外观一样 配色不同 车壳部分能看出来 龙头 龙爪 武器是高速旋转的锤子 没有联动的后武器 虽然都是上小学时候看的剧了 但是剧中那场骑士和龙的对决 我依然是记忆有心啊 这个盗版的战斗狂牛 还是颠度配色的 前武器是牛角和锯盘的结合 车干像是整个牛的身体 至于粉碎战车 虽然两个动画都没有 不过造型的也不差 象坝和胸牙 都是前武器突击 后武器旋转 幽灵是前武器旋转 后武器突击 我最喜欢的就是 铲子造型的突击武器 旋转的武器 感觉实战效果差了一点 那么 掏出我的祖传决斗盘 来一场对决吧 对战采取的是3v3的模式 朋友们感觉哪边能获胜呢 感觉基督战争能获胜的8个1 感觉粉碎战争能获胜的8个2 来了第一场 我都没有准备好 这就结束战斗了 慢点头看一下 粉碎想从侧边攻击 但是基督一个反击 一击致命啊 高手过招往往就是一瞬间 第二局 粉碎一上来就爆甲了 有种徐楚裸依斗马超的感觉 之后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的 直到这场战斗 到了两分多钟的时候 我以为基督要发起秒杀了 结果他却挺住了 这就尴尬了 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 粉碎也是停止了战斗 那这一局算是粉碎胜利 到了赛点了第三局 双方为了自己团队的荣誉 一上来就发挥出了全部的实力 期间多次都是差点分出了胜负 非常的精彩 以至于粉碎的外甲被打落 基督爆了装备 还在坚持着 那本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这场比赛算打平了 朋友们感觉可以吗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那这个系列真的是 现场比看视频还要精彩 这个系列去年也是出了SMT版本 我也是追求到了现在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多多点赞 等我以后拼好了 再和大家进行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志剑演员大鲁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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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